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直以来呢 一直都是我在做这个作品的演绎 八年的时间呢 让我在这个体会和演绎这个作品的过程当中呢 逐渐的成熟 今天呢 来到香港 希望我把我现在全新的这种演绎的戏材 献给香港的朋友们 希望朋友们能够喜欢 西彩这个作品呢 是起源于著名的梅派大师梅兰芳先生 所创立的霸王别姬选段 看待王在战中合一睡闻 这一段著名的唱段呢 可以说是享誉世界 刘文斤先生呢 在这个作品的基础上呢 他又进行了延展 进行了大手笔的创作 包括前半部分的京湖和民族管弦乐队的合作 以及我后半部分的京剧华彩 类似于歌剧的solo 这么一个 这样的一个 这个抒情性的段落 虽然说是无辞无义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演唱的难度系数是非常高的 因为还要把京剧的原汁原味演绎的要零零尽致 还要在后面的这个花腔部分 它因为有音域的这种跨度 音域非常高 画度非常大 又是加唱加念的一个 一个华彩 所以呢 演绎起来 难度系数也是非常大 非常精彩 那希望我演绎的刘文斤大师的细彩 能带给您美的艺术享受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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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